你好,欢迎收看7月3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县长徐正位在建设处副处长张志豪等业务单位陪同之下 前往了吉安乡、寿风乡等多处来视察排水沟的排水状况 考量乡亲和农友用入安全及权益 县长要求业务单位要尽快把益淹水地区提报修缮计划 权利来减少乡亲的不方便 重视道路安全及排水沟改善的县长徐正位 并且在建设处副处长张志豪以及业务单位陪同之下 前往吉安乡、寿风乡等多处视察排水沟排水的状况 现在徐正表示就有实力会看需要改善的道路 以及一烟水的排水沟取 以及地方公所共同仔细检讨入面烟水的状况 县府立即解决乡亲幼肉安全的问题 继续改善老旧民生基础建设 提供县民适宜生活的友善家园 先也曾经表示 想能感谢县长徐正位 少年者县府团队来立即处理排水规的问题 今天陪董我们县长还有县政府建设处 还有吉安县公共所来到我们仁安 来看我们淹水的情形 那非常感谢我们花莲县政府 在第一时间接到民众的信息 在仁安这边有淹水的部分 那第一时间就来现场来关心我们民众行的安全 那现场也当场也首肯请我们建设处 在淹水的地方 施设边沟 以利于台风的淹水 还是平常 这边比较低洼 也边沟也没有做 那常常造成民众一到下雨天就会积水 那非常谢谢 那现场今天在百忙中可以来 看我们淹水的地方 那也可以解决我们当地长时间来淹水的问题 那在这边非常谢谢我们县政府 也谢谢我们吉安县公共所 充分的了解我们地方的民众的需求 也让民众有一个记住的一个安全性 许中会率林县府团队一行人陆续前往 吉安厢光华村 南岸村 充分充田村等市场排水购系统 指示相关单位强化轻易出建的功能 并且确保完工之后排水无遗 县府也呼吁民众一起做好防台措施 住家座面环境 主动清掃有可能妨碍水流的垃圾 落叶 全民吸手执行防汛部署才能够达到减载的目的 记得就欢迎解释们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